字幕志愿者 杜与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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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与娜 杜与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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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这个好妈妈 每天都在整理她儿子 牠現在看到王 want to see! 牠是對的 貓囝 oben 牠在我 valle 牠會叫 Dank 大家好,我是爱猫咪,爱多肉的梁 看到肉了 今天整天都是阴天 现在却下起毛毛雨了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前一阵子湿的肥的多肉 你看看这个金碧树现在闪闪发亮 长得挺好的 所以该是肥咯 再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鸡蛋玉脸 之前种的时候是三个小朵 漂漂亮亮的很粉嫩 结果你看看 拿出去晒太阳 没几天他就给我挂了 这颗应该是没救了 哎哟 这个天气今年的真是讨厌啊 虽然现在天气有一点点变得比较凉爽 但是多肉真的是抗病性越来越不好 真的是糟糕 这一颗多肉呢 昨天你看看 果冻黄 结果你看放了一天呢 他现在这个土是干燥的 他人就继续在果冻黄 真是不知道怎么啦 怎么会这样啊 来帮他脱土消毒一下 来帮他脱土消毒一下 那这颗呢 整个颜色都变稠了 他也是干燥的 因为我本来想说 把它晾一下 让它干一点 再来脱土 结果你看看 整个都没有活性没有活力啊 到底怎么啦 来帮他们脱土消毒吧 就先来帮这两颗脱土 那这个果冻黄的叶子 你看他叶片 果冻黄 可是你看他这个土 非常干燥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想要把它吹大 我加这个缓是肥的关系 反正不管 反正不管 这个都是要消毒 你看一下 这个装子非常非常的嫩 而且他这个叶片还断掉 就像这样 这一盆也是 你看 他这上面还有这个稻壳 涂也是非常非常的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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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这个叶子 你看这个叶子 有没有看到这个叶子夸张的 你看都是 居然自己长根了啦 这个装子 这个装子就比较老 这个颜色有一点点木质化 魚肠 这些都是要修紧 全部都是虚根都比较多 手剪好之后就来消毒 那这个水呢 一样是先准备一个 大概1000cc 然后因为消毒嘛 所以大概也是 用这样子的 小苏打粉 搅拌好的时候 就把它们放进去 那给它们浸泡 也是一样 大概浸泡个5到10分钟 那这个 长根的也顺便下去 因为其实有时候 你看起来是没事 但是有些病菌是已经 藏在这个植物里面 只是肉眼看不到而已 所以最近买的多肉 我真的很没有信心 我觉得还是要消毒一下 比较好 这个叶片 真的很不好处理 好就这样了 浸泡 好了 浸泡大概10分钟有了 给你们看 它这个背后 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东西 有可能就是 有感染了 而且你看它的叶片 非常容易断 像这个叶芯 这样子呢 是比较干净的 这是正常的 可是旁边的 这些叶片 可能都已经有感染了 真是 只能尽人事 那这一颗 你看这个叶片 因为它种在这个小三寸 太小了 所以这个都受伤了 筋感也非常嫩 然后这个叶片的颜色呢 看起来是比较干净正常 这算是比较健康的颜色 所以这颗果冻黄 虽然是果冻黄 但是应该是 比较没问题 我是这样希望 那也希望这一颗 它不继续感染 那这些要叶片 消耗完 然后新长出来的健康 这样就一定是没问题了 所以有时候买到颜色漂亮的 不一定 就是真漂亮 有时候是因为 死前必要 就是 它受感染的时候 它也会变得 异常的妖艳 所以大家买多肉 真的要非常小心 你看这个 周围的叶片 真的是 不太好 那我就让它晾晒个 一个晚上 明天再来种吧 好了 今天这个 多肉 新买的多肉 要记得消毒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评论 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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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